找一份理想的工作不容易 而在香港迪士尼樂園這個夢幻國度工作 又是追夢成功還是理想與現實有出入 香港迪士尼員工就大爆 當初加入香港迪士尼工作的恩友 小時候都會看一些關於迪士尼的節目 又或者是電影 對迪士尼樂園的角色都很有興趣 另外就是讀書的時候 都是迪士尼樂園的會員 經常在放假的時候都會和朋友或家人進來玩 覺得迪士尼樂園是一個充滿活力和歡樂的地方 在畢業之後都想在這個充滿歡樂的地方工作 我進來迪士尼工作之前是四年前 當時未有Marvel為主題的遊樂設施 亦沒有商品部 當時畢業之後就做補習 但我補習期間發現小朋友有壓力在 笑容不是很燦爛 漸漸我做了一年之後 就想找那份工作的氣氛上 可能見到小朋友比較真摯的笑容 最後決定進來迪士尼工作 日積前 香港迪士尼會提供專業培訓 教授准員工怎樣為客人創造奇妙旅程 迪士尼大學就成為必經階段 當每一個全職的演藝人員 一職的時候就會接受迪士尼大學的培訓 就會上基礎課程 先認識了迪士尼樂園的文化背景 另外當完成這個基礎課程之後 就會上一個我們叫做on-job training 遊樂設施部分就會視乎哪一個遊樂設施 training的時間由2至7日不等 除了成就客人的magical moment 香港迪士尼同樣成就員工的事業發展 讓他們可以按興趣發揮所長 其實都知道我喜歡Marvel 因為平時聊天都會趕開 當有機會的時候 我的上司都邀請我過來開這間新鋪 我當然是非常興奮 因為我本身自己喜歡Marvel 而可以自己工作的時候 接觸到這類型的 我覺得完全是我意想不到一個機會 不論是有意加入香港迪士尼的營運部 又或者是商品部 兩文三語以外 他們就提供幾個小貼士 對樂園要有一定認識 未必是一定要進來玩的 但對於樂園 希望加入團隊的同事會主動 會經常笑 笑是我們其中一個 對於奔客來說 最大的一個吸引力 對於商品部來說 我覺得投入 熱誠當然要有 但最重要是主動 因為我們奔客 是我們互動的一個元素 我們就要很主動去接觸他 知道他需要些什麼 我們才可以令他體驗到一個 更加愉快的一個 入來樂園玩的一天 是由於Marvel的關係 如果更加熟悉入面的角色人物 會更加好 香港迪士尼即將會在3月 推出全新Marvel主題 遊樂設施 矮合與黃蜂女激戰特工 所以需要更多的人才加入 想加入香港迪士尼的話 就要留意他們在1月10至11日 於葵邦新都會廣場舉行的招聘會 提供500個全職和兼職空缺 起身最高近2萬 有興趣入行的人就要留意啦 當時我們到處都會表明 一定是有個奢供的 可以確認一下 好啊 太過了 謝謝